近日 中國東北的疫情持續蔓延 繼吉林省舒蘭市進入戰時狀態之後 吉林市在5月12日開始實施封城 關閉了吉林火車站 吉林省衛健委通報 吉林省新增本地確診6例 疑似病例1例 累計達114例 中共隱瞞疫情真實數字 有待核實 吉林市當局宣布 城區以居民小區為單位 鄉村以自然屯為單位 全面實行封閉管理 嚴防人員隨意出入 另外 所有營業性演出場所、網吧、室內體育場館 浴池等人員聚集場所一律停止營業 交通方面 所有客運搬線、旅遊包車都停運 只有貨運車輛可以正常通行 此外 人員要前往外地 必須拿48小時內自己花費取得的 核酸檢測陰性的報告 並嚴格自我隔離之後 才可登記出城